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卫华大师说谷 关乎瓷器的第140集 也就是第140讲 今天 周末 本来不想讲太长的 刚才之前的那一件 不小心又讲长了一点 但是那是非常有内涵的东西 而且我是介绍的比较少的次数 有些可以重复介绍的 我就不会用这么长 没关系 时间长短 你个人去取舍 你刚一看就看 不刚一看就拉倒 也无所谓 反正最起码 我孙子大一点 他会看 我们上一件讲的是什么 单色又止 乾隆单色又止 所谓的 松石绿地 松石绿又 瓷雕的 那么一件玉湖村平 我今天再介绍一件玉湖村平 而且也是第一次介绍 这叫做什么 红武 红武又里红 名红武 红武就开国的朱元璋 他开国之军 明太祖朱元璋 他的这么一件事情 朱元璋 拿了在位时间 我印象就是1368到1398 1368到1398 以前的皇帝多半的 除了当太上皇 少数 基本上都是干到死为止 他没有任其置入 所以 他的那个年代 他为什么这么注重 又里红 所以又里红的瓷器 可以说是卖的最贵 而且最好 而且最让人觉得 有艺术品味 收藏价值的 就是红武 就红武的右流 就朱元璋是他右流 为什么这个原因 因为他们当初的明教 所谓的明朝 那个明教 他们就是一个 崇拜火的民族 他们就是拜火的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团体 所以他们对火 对红色 他们有先天的喜好 另外朱元璋的朱 他们姓朱 朱者赤也 朱者红也 也跟他的姓氏有关 也跟他的王朝有关 他认为他是 明朝是属 整个是属于火德 是代表他的国家的图腾 代表国家图腾的颜色 就是红色 还有注意 他个人的喜好 他当初在什么 在元末之乱的时候 起兵起义 在豪州起义的时候 那郭子清 他投入郭子清的部队 他不是原来当过和尚 混饭吃吗 当了和尚 后来他起义 他跟着郭子清 当个小兵开始干起 后来干了九夫杖 为什么就凭他自己 敢战能战 善战 而且足智多谋 虽然这个人书没有读多少 这个人可是社会经验 他标准是社会大学 所以朱元璋 一举成名 那郭子清 那郭子清自己有儿子啊 郭子清把张左右手 凡事都移动他 他儿子就开始 就开始酸了 对吧 就挑拨他跟他父亲 就是郭子清之间的关系 那郭子清有一段时间 还积压他来 软禁他 为什么 就是被挑活的 所以他是 那个时候郭子清的部队 那时候他们的骑义军 最大的 我们以前反阿贬叫做红三军 对不对 他那个叫做红金军 红色的毛巾 用红色的毛巾 头上一扎 红金军 所以红色对朱元璋 对整个大明王朝 都是一种代表的颜色 偏偏那个时代 红色是非常难烧的 红色除了他要有 将近一千三百度的 高温的摇温之外 他的气氛还很重要 他不能在那个 见火光开着门这样烧 不行 他要闷烧 这样我们骂人来说 这个叫闷烧 闷烧我们就叫做还原烧 还原气氛 明的烧 明烧不是暗烧 明的烧叫做什么 叫做氧化气氛 暗的烧 把那个摇门关起来烧 闷火 又温火 就像我们烤面包 烤面包不能烤太长 因为面包啊 大家一烤一过头就焦味的 就很难控制 你通常时间算短一点 但是你给它闷一下 你烤箱又烤箱这样子最高免 出来的时候又好吃 又里外都熟透 你烤得太快 里面还是生化 外面都焦了 所以 氧化跟还原就是一种火控 温控 而且还原气氛里面最难烧的是什么 就是铜 铜元素 那菇的元素呢 就是青花是菇 菇好烧它稳定 这个铜不稳定 大家都知道这个铜离子 铜我们目前接触到 用的最广的目前来说就是铜 电线也可以当铜 我们吹 我这两天买一个サ克斯芳 サ克斯芳乐器也是铜 很多你的工具啊 你的什么电路板 我们那个搞电子 电路板 IC 各方面 都离不开铜 我们用的前色铜板 几个铜板架 古代的孔芳凶 是不是 那个 讲的都是钱 讲的都是铜 所以铜的离子 它是最不稳定的 尤其在高温里面 因为它上下不能超过十度 就各位数字的误差 它才能够成就 但以前的人没有温度计 你要那样烧柴火 能够将近1300度的温度 你要温差不能到十度 你看看多难 而且你摇在 摇里面的气氛 你摆在靠门口 摆在靠根部 靠左靠右 都不一样的 还外面的天气变化 都会营养到的 所以 可想而知 能够上出来一点 这种大气 磅礴 像样的 是多难 可是 朱元璋 他就是喜欢 所以这就是珍贵 而且 我们讲 朱元璋时代 红武时代 我们用 北京故宫出的 那个民族青花池 上面呢 用 我们可以 也可以把它概括下来 八个字 这不是我讲 耿宝昌讲 耿宝昌是吧 那大家都九几岁 是中国第一位 第一大家 磁器 对磁器鉴定 认知的第一大家 耿宝昌 他是那个 北京故宫 民族青花池的主编 他讲那个 青花池的用语 完全跟这个 佑里风 都能够套用 他讲 大气磅骨 大气磅骨 简洁雅致 是不是大气磅骨 你看玉湖春宾 哪有这么霸气的 哪有这么霸气的 玉湖春宾 我们刚刚看了 乾隆的 也是很精细 精细有于霸气不足 哪怕你看元朝的玉湖春宾 宋朝的玉湖春宾 宋朝的玉湖春宾 也是细细的 很灵秀 元朝的 元朝的 虽然是细的 还不升灵秀 他是元朝的玉湖春宾 是比较刚进 瘦大的刚进 一到了什么 明初 一到了红武 他整个把玉湖春宾的宾放大 肚子下垂 肚子远古而下垂 他的一个特征是这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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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口 口张 撇口 然后细紧 细紧 元垂腹 元垂腹 然后大圈竹 我以前用去办玩笑的话来讲 朱元璋为什么这么喜欢玉湖春宾 他刚刚为什么喜欢红色 喜欢这个幼里红 我前面都介绍了 跟他们明朝的整个国运 国家的图腾 还有他个人的诸姓 还有他个人的偏好 还有他当初的旗艺的军 红金军都有关系 但他为什么又特别喜欢玉湖春宾 我之前有讲过 我再讲一讲 马皇后 他的太太元配 是在他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 还在是一个小猪当个九夫长的时候 在郭子欣首相当个小小的九夫长 大概就像我们现在的 九条浩瀚乍一般 大概就是一个小班长 就像我们的沙简 就像我们一个士官唱歌这个人 可是他这样子 他是一个很能够力争上游的人 又娶一个好太太 他当时郭子欣一对他 一喜欢他把他的养女 所以就叫马皇后 这个历史上称为马玉英 就嫁给他 嫁给他 这是郭子欣的一个拜法兄弟在战乱的时候死亡的 把他托孤 偷给他的他的这个养女 就嫁给他 那么说马皇后长得虽然不是说多美啊 而且也是出身寒伪 就是那时候在乱世之中啊 也没有收到很好的教育 可是他一路都在学习 越老 有的人是讲越老智慧越开 我们看到很多人啊 小时候不经常读很多书 我们大陆上呢 出了名的官府国务馆的馆长 马卫都 他是一个有名的鉴定家 他有一个有名的博物馆家 他也是有名的一个所谓的 也算是一种 怎么讲 一种文史则方面的一种 就像我们讲 能够讲大道理教化人心的 以器物来说事 来能够 能够教化人心的 这么一位大家 他也没读到书啊 据他讲 他只读到11岁 11岁 他跟我们想学了5年级吧 他不到6年级 6年级还12岁 为什么 他问他是文革 文化大革命 我们算一下 我这个年级就是 我们是1955年生的 对吧 1955 对 那时候就 他十几岁的时候 就开始文革 就开始到处插队 到处南征北讨的了 但他就靠了自学 自学而成为一大家 这不容易的 我们台湾也有啊 那王永庆 那王永庆 财经专家呢 他做的当大老板 他白手起家的 靠卖米 当小学徒起家的 然后建立了台所王朝 这些人都是这样 他读的时候比马威都更少 后来自学 所以人啊 永远活到老 学到老 这是我一直秉持的态度 不管你学什么 你去学诗歌也好 你去学跳舞也好 你去学像我们玩乐器也好 让我们教 我们在 我在教易经也好 学什么都没关系 条条大路通罗马 很多东西到后来 到了哲学境界的时候 它都是通 你在马游游 拉琴 然后拉到那个大师 国际级的大师 你看他讲出来的话 就很有哲理 会赚钱的马云 你看 他除了他也会打太极 讲起来的话都是经典 但国外人的更不在话下 那些国外的一些 大的一些企业的老板 都出书啊 而且大家都很follow 他们的一些思想想法 这就是条条大路通罗 所以人要活到老 学到老 学历 我讲你学历是年轻的时候重要 你人到了终点的时候 学历就不这么重要了 学历只是一个 一个你人生的一个过程而已 重点是你整个的 你最好 你的本领 你的功力 就大过于你的学历是最好 有的人学历很高 功力很低 我们喜欢看的是什么 学历不怎么样 就像马卫都 哪怕像我们这样 学历 我当然学历比马卫都好 好多了 对 但是我们的 我们的真正的学问 是超过我们的学历 大大的超过 这种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 所以 朱永章跟他太太马皇后 都是这样 他为什么喜欢玉湖春平 就是马皇后长得像玉湖春 马皇后长得 我就开发一下 因为马大脚 漏马脚 大家讲的 就是马皇后 马皇后他没有国脚 在那个时代是异类 因为兵荒马乱的时代 而且他又是单亲家庭 已经呆了 他做过了国脚的时间 但我们不去探讨那个 但马皇后是 所以明朝 哪怕是整个历史来说 是有名的皇后啊 这排名前三名的 就从中国整个历史来说 你放宽一点 最起码也在五名之内 你去查任何Google 你让前五名的皇后 一定有马皇后 他的 死掉了 他的那个 那个title 我们讲的不要说死 他那个title 他的那个title最长了 我们现在 我们一般都称 他是孝词高皇后 就代表 因为你要整个把他title 另外17个字 再加上皇后两个字 19个字 他是历史来最长的 这是明朝最长的 够了起这种title的 这台语 因为他除了自学之外 还一路照顾朱元璋 而且拦了朱元璋 去杀功臣 拦了朱元璋 去做一些 为非做来的事情 否则 不那个的话 朱元璋就变得 现在来 川普 就不是明太祖 哪有这么大的一个工业 明太祖当然他也杀了不少工程 他有他暴力的意义 但他有他正面的意义 他就加分跟减分之间 加减来说 他还是得高分的 总体的 因为就算人家批评蒋公 蒋公有他的丰功伟业 但他有他的过失 把大陆丢掉了 而且那个时候 的一些作为上 整个的一个战争面 导致了这个腐化 国民党的腐化 那在大陆时期 后来他来到台湾 复兴保党 为什么叫复兴 力经土制 所以总体来说 这个人还是大大的加分 但到他儿子 蒋经国 那更是 我们等于说是台湾的圣人 蒋经国 这以后我们再说 但是就像朱元璋一样 人生谁无过呢 对不对 但是他总体的评价来说 是好的 最大的工程是谁 马皇后 马皇后兜得住他 他曾经跟他的部众讲 他说 马皇后跟着我一生 我们说不一起 所以我们要什么 一起要能够共患难 也要能够共享福 是这样 跟马皇后也没什么享福 他很客情客浅 一路照顾他 我举个例子 我们贴在门上的福字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马皇后的那个 肉麻脚是出自于他这个成语 还有我们福字为什么倒贴 跟他有关 所以他有时在应天府 去巡视的时候 看到有一幅画 他很动怒 画了一个女人 肚子上抱着一个西瓜 好像我就讲的 胖胖的 那个下半身大 马皇后下半身大 抱着一个西瓜 然后一个大脚 那个时代 女人不裹脚 是很奇特的事情 他就认为你针对 就像文字语一样 你这个画是针对了 羞辱我的皇后 他就交代她是位 把这一条街上的人 有这种嫌疑的 全部门上就贴一个道的福字 第二天我们就杀 抄家杀 他在圣路之下下了命令 马皇后后后来一听了 不得了 这是因他而起 马皇后 他是母一天下的这么一个人 赶快连夜的派人 把所有应天府 所有应天府 每一家人 每一户上都贴了一个道字的福 第二天 那个世卫长去抓人 干什么每一家都到 不能每一家都抓 就跟着一张禀报 所以他一听 就知道是马皇后 他就知道是他的太太 这是所谓的 所谓的有 我们讲的 一听的圆亨利的最大 那个字圆 就是善之长也 就是人 他夫人有善念 他这么一想 而且脾气也消了 隔了一天了 也就一笑自知 算了 就把这个命令收回 就救了不少人了 所以我们现在门上贴了个道字符 就是个马皇后 马皇 你可以看到马皇后的善心 那个符字就是马皇后的善心 所以你看我们玉湖春平 为什么 我前面讲 红武 我做一张 他喜欢红 喜欢幼里红 虽然这么难烧 哇 他请全国之力 烧成了 但很多烧的外星扭巴的 或者烧的颜色 温度不够的发黑 温度一够的时候 它会飘掉 我们讲的飞红 当然了 也会有人孕 我有细部的图 你看 你看细部的图 还包括它 从还原气氛 没有完全的情况之下 还带一点点什么 痒 因为它的还原 气氛 闷烧的情况 它是属于燕痒 你痒一进来的时候 它就微微的带一点 发青 就发育 但是不能整个方便 整个方便 那太假 它是自然的 你看 你肉眼看上去 只是 没有特别的感觉 可是你细部的图一放大 你看 它的化工 末梢的地方 带一点微微的绿 这就对了 人家说怎么样去鉴定 注意那核武时代的 又流显了很多 现在随时电炉子都可以烧 一个从它的气型 一个从它的那个 还包括 那个有的是 用筑浆开的 那一眼就可以打掉了 还就重要了 气型要是对的话 你就注意它的化工 你注意到它运笔 像我们是学过一点国画 有点水墨的概念 再加上你 初初流星皆学问 人的那种观察 他那个化工 就我们刚刚讲 跟马上讲的那八个字 大气磅礴 你要整个看起来 要有什么气魄 有那个画的 那个样子 小家碧玉的 一看就不对 一看那种很降气的 画的算是好 这是软肉无力的 绝对不对 它有大气磅礴 而且它简洁雅致 它的一些细节 它不太交代 整体给那个 一看上去就很大很明亮 很大很明亮 所以国际大拍 有的人就奇怪 国际大拍 像那个加世德 他们一拍就拍了 七八千万 港币好像 这个有上八千万 那小拍 小拍也 不要说小拍 中拍 中拍也拍个两千多 还有很多 我刚刚大中 小拍很多都流拍 给我点进去 我看阿西亚怎么搞的 现在怎么 红武又里红 不值钱了 什么留拍 我也点下去 细图 细图一看 不行 他们也看网络注意 他有时候会 套别人的帽子 在他上 他卖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个烂货 他把别人的好货 那个东西 他把商标拿掉 他摆在那边 当当的 你一看 这么好的东西 才卖那么两千块 哇 你就很疯狂了 你自己买出来 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说他把博物馆的 或者他把像我们好的 市人收藏的 他跟戒徒去用 所以不要被骗 他真正 他是有一定的身价 加斯德那一件 在台北那时候 预展的时候 我有去看 我有跟我太太 有事经过那边 我去看 我记得 那时候在动画南路 那个感觉 我一看 那个不是 就是跟我那个 收藏 就掉掉 差不多 所以说 我们不去攀龙赋风 但是有一点 就是 东西会说话 东西他会说话 就是什么 他会遇到 千里马 他总会遇到伯乐 等待有伯乐 这么一天 我是他的 目前的伯乐 未来他也会遇到 因为历史 我们人生是有限的 未来的历史 它还是存在的 在600年后 它还是这样 你1368年 到1398年来说 600多年 在600多年之后 它还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有这种 宽容大度的想法 我们只求其真善美 而不是求他的 目前的一个市场效益 最起码我们 安平乐道 过日子 没事 但是萨克斯风碎的 有一个人还给我留话 我吹的时候什么歌 他说 刘兄 你这个 小日子过得挺滋润 我听得还蛮会心的 还没有人说 我大师 是小日子 对 小日子 安平乐道 但是过得滋润 这话讲得还挺好 曾经我太太 他也讲过我的人 他看我很丰富 我兴趣很多 我也不是不伤人 我们都心存善念 哪怕我们院子里 我抓了老鼠 老鼠 他有时候会知道太脏乱 我最多抓了他的时候 人家以为说 要把他杀掉 我都先跟他讲 你不要紧张 我给你搬个家而已 搬到更适合你住的地方 人要心存善念 元亨利争 元者善之长也 马皇后的这样的一个善念 而造就了朱元璋 明太祖的公义 可以说这样 所以 他的名号最长 十九个字 就十七加二 十九个字 不足以涵盖他 我是觉得这个人很伟大 而体现在瓷器上 最明显的 玉湖春饼本来就象征女性 梅瓶象征男性 为什么洪武的玉湖春饼这么有 跟马皇后的绝对关系 下步 就像抱个西瓜一样 就像那幅画 本来让作为让动怒的画一样 腹部圆魂 而且下垂 而且有个大脚 就是大的圈竹 而且它美感 从美学的角度 它线条很美 它是S型 各位看看 它是S型 它的曲线 你看 你从那边看 它是S型的曲线 不是绝对的 它就是带人的S型 S型是美 我们从小会画女人 我们小学的时候 因为小男生 最新学会的画画就是 S 两个S就构成给女人的身材 两个S S 然后W 各位知道吗 我们开玩笑讲 我们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S S W O Y S S W 是大写的W O 是小写的O 代表着肚脐 Y 是代表什么 大腿根部 是一个女人的一种素描 体态的素描 就用在这个直御乎身上 你看多妙 有时候多伟妙 有的时候很小小的一个道理 小学生都会的东西 那放大了 讲到国家的 瓷器中的重器 玉壶尊 佑里红玉壶尊品 又是红武 就是红武的玉壶尊品 是佑里红里面 是佑里红里面直径的一种名品 它要隐含着马皇后的 那种仁慈 跟他的福态的身体 在这里面 而且也包括了 他对朱元璋的爱心 他对人民的爱心 还有朱元璋 对他这个太太的真心 都充满了那种情 充满了那种情 情 爱 还有那所谓的 善之实 也充满了那种 善 那种善心在里面 同时呢 中国红 我们定义中国红 就从这时候开始 中国红 虽然为什么 万山 骗红 万山什么 那为什么话这么有名 就是因为什么 中国人自如以来就胜红 这跟明朝 注意到明洪 我们就明太祖 整个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 跟那说一个文化上的一种彰显 有绝对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一个红色讨喜的玉湖春平 祝福大家 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有一个很happy的一个weekend 然后今天就说到这里 Have fun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